首先我做介绍一下 我是来自华为云的冯绍宝 然后我这边分享一个容器运行石 叫Quark 它是也是一个就是所谓叫安全容器的一个运行石 然后我们在这个给这个Service场景呢 做了很多这个性能上的一些优化 等一下我们可以来一起看一看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 首先我介绍一下背景 首先我们说容器本身就是说 其实是给我们整个这个应用的运维 是带来了一场革命 就是从2013年Docker开始 我们看到容器它是一个就是可以一次打包 然后到处可以跑这么一个很方便的一个特性 然后就就是变得整个容器开始变得流行 然后呢实际上呢是它给这个整个 我们说可以可以说是给整个这个应用的运维 带来一次一个现代化的革命吧 它也是现在这个Cloud Native这个技术的一个基石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一些这个监控啊 或者日志啊高景这样一些平台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基于容器技术在网上去构建的 然后我们说其实容器这个 其实这算十年来的一个发展的历史吧 其实也是一个从一个单一的某一个某一项技术 变成了一个技术标准的一个过程 首先是从这个13年Docker开始 容器开始流行以后 开始出现一些很多的技术标准出来 首先我们说从这个Kubernetes开源到 到现在其实Kubernetes已经形成 已经成了一个容器编排的一个 一个事实上的一个标准 然后包括它自己里面下面定义的一些像 像CRI CNI CSI也是容器运行时啊存储啊网络啊 这样一些这样一些技术标准 基本上是一些事实上的一些标准吧 然后在这个底层这块呢 有这个OCI它定义了一项像容器镜像的格式 容器镜像的一个一个标准 然后呢 OCI它有这个定义这个Runtime的标准 然后包括它这个Docker原来的那套那个实现呢 也作为RunC贡献到这个社区 作为一个这个OCI的Runtime的一个标准的实现 也就是我们这里可能主要就关注它这个Runtime这边啊 也就是说从这个OCI Runtime这个定义开始 就是它的这个技术标准形成以后呢 实际上呢 就是容器运行时本身呢 它其实也也从一个单一的 就是说原来我们认为就是容器就是一套C Group 加Namespace的隔离的一套这个进程 到后来变成了一个技术的标准 那么有这个标准呢 我们其实很多的这种隔离的技术呢 其实也都可以作为一个容器的运行时的一个实现 那么后来就会出现了像Kata 它这样基于这种虚拟化实现的这个容器运行时 还有像GWiser这种就是在用态去做这个 系统调用的拦截这样的一个运行时 然后包括现在最新的像一些GWebAssembly的一些容器运行时 那么我们刚才说我们这个Quack是一个安全容器的一个运行时 那么我们就介绍一下所谓的这个安全容器 那么有这个安全容器我们就有一个所谓这个不安全容器 不安全容器其实就是我们原来之前说的那套容器的一个实现 因为它的本质实际上就是基于Linux的一些内核本身提供的一些隔离技术 隔离出来的一组进程 就是主要是C Group加Namespace做的这些隔离隔离出来的一组进程 它本质上呢还是运行在这个一个共享的内核上面的 所以说这个本身内核呢它的这个一些漏洞啊或者说是容器本身的运行时的一些实现呢 都会带来很多的这个容器逃逸的这个一些一些风险啊 这个本身在这个这些年我们也有看有看到过很多这种CVD这种漏洞 另外呢本身呢因为它供内核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内核本身的一些资源 比如说像内核的一些分配出的内存 或者说像IpiTables规则它产生的一些一些内存的消耗 或者说还有一些这个像C Group这样的一些 有一些内存的消耗 其实本身它这些东西都没有被当前这些容器的隔离技术给隔离 所以说也会带来一些一些资源上的一些一些问题 这个可能在生产环境跑的时候可能大家都有感触啊 然后那我们就说安全容器 安全容器呢它其实可以说是Cata出来以后 我们提出来这么一个概念吧 就是对Cata来说它可能就是说安全容器 就是一套基于这个虚拟化做的一个隔离的一个容器 就是说它是它的一个POD呢就运行在一个虚拟机里面 而虚拟机本身的这个东西呢实际上是在这个整个供应云多租的这个场景上面 它经过这些年检验 其实可以认为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隔离 所以说我们其实现在供应云上跑的一些 如果就是一些多租的一些容器的服务 实际上都是会去基于这样一种安全容器的方式去构建的 但是安全容器本身呢 它现在像Cata这种实现呢 它是基本上是利用了现有的一些 比如说Hypervisor 当然它可能是有一些新的重写 比如说FarCraig或者是CloudHypervisor去做这种重写 但实际上我们说它Hypervisor加这个Gas Kernel Gas Kernel本身呢它还是这个Linux的内核 就这套东西还是一些现有的这套东西去跑的 本身这个Gas内核呢 它还是会有带来很大的一个性能的开销 包括这个启动时间跟这个内存的一个开销 其实都很大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想做Quag的一个初衷嘛 我们Quag设计这个目标主要有这三个这样的一个目标吧 首先是安全然后性能 另外就是说一个兼容性 就安全 安全跟性能其实这个大家都知道 其实它是一个有点像一个偏平两端的一个东西 就是如果说你要更安全的话 你可能性能就有一定的那个牺牲 然后如果说你那个想要性能的话 你可能就要牺牲安全性 那么我们这边呢就是说 在这个安全这块 我们希望是还是能够继续使用这个GVKVM的这个隔离 但是呢性能这块呢我们会做很多的这个优化 然后因为我们是从头构建 就是我们不会用这个现有的 这个Hypervisor跟这个Kernel 我们也重写 就是从头开始写 那这样一来呢就可以做更多的一些优化 更激进的一些优化 然后我们是一个基于Rust的去重新写的这么一套东西 它这个Kernel 就是里面实现的这个Kernel本身呢 它是Linux完全兼容的 这样应用则跑在上面 它是不需要做什么修改的 这个就是我们Quag的一个架构吧 然后Quag 我们讲Quag之间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如果说是一个 以前不管是安全容器 还是说是在虚极上跑一个应用 它的整个一个软件的一个层级 首先在这个物理机上有这个 我们一般现在基本上很多 大多数情况下可能会用Qm加KVM 这套这个虚拟化的这套技术 那么在这个主机上 它会有一个KVM Linux内核里面会有KVM模块 它这个主要就是做这个CPU内存虚拟化的 其实它就是 它其实有点相当于是一些芯片的一些硬件虚拟化能力的一个驱动 可以这么认为 然后是在这个主机的用户态呢 我们会还会有一个比如说Cumul或者FiveQuaker 或者Cloud Hypervisor这样的一些这个用户态的这个虚拟化的一个进程 一个组件 这个其实就是说除了这个KVM提供的这个虚拟化能力以外呢 我们知道其实在一个Linux起来的时候 它需要说我这个物理机 我有这个有主板啊 有这个设备总线啊 或者说有中断的处理器啊 这些东西 那么这些东西其实都是通过这个 就是像Qmu或者是像Cloud Hypervisor或FiveQuaker这种虚拟化软件 去做仿真跟模拟的 然后呢在它这上面去运行一个GAS的这个Kernel 然后这个一般一般就是说就是会有一个 是一个全量的一个Linux的Kernel 虽然可能在这个安静容器下面可能也会做一些裁件一个优化 但是像它因为Linux本身设计书 它不会说我是为了去跑在一个虚拟化上去写的 所以说它包括刚才我们说的一项这种设备管理 或者是物理内存管理 它其实都很复杂 然后它需要很多这个开销 这块其实也是省不掉的 然后是这个在上面再去跑这个用态的这个进程 那么这个是传统我们说跑一套这个在虚拟化环境 跑应用的这么一个模式 那么在Quag这边呢 我们一个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说 我们会从头构建这个Kernel跟这个VMM 那么这样一来呢 就可以让他们去做很多的这个联动 然后去实现一个更轻量的一个专门为容器 去打造的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软件层 那么首先我们说 所以说Quag它其实主要是有两个部件组成 一个是叫Q Kernel 就是运行在GAS里面的这个Kernel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Hypervisor 就是我们叫Qvisor Q Kernel呢 它首先我们说它是实现了一套整个Posix的那个系统调用 它那个ABI的那个就是兼容的 然后是它提供了一些像这个进程的管理 它肯定是需要的 然后呢内存管理也是有 但是内存管理它比这个Linux的 它这个物理内存的那个那套管理呢 要简单很多 因为我们很多东西它是直接是 它做不了的事情就让Qvisor去做 然后呢很多事情它就没必要在自己的这个里面 去把它做掉然后Qvisor本身它又会利用到这个 host的这个OS上的一些能力 然后呢它会还实现了 在内部实现了一些这个虚拟的文件系统 这个是就是说也是为了做这个Linux兼容所必须的 也不需要说为了这个东西 让它现出到这个host上面来 这也是它里面实现的一个东西 然后另外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块呢 就是说是基于RDMA的做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协议站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化 在网络这块我们就是避开了这个TCPIP协议站 跟这个包括主机上很多很多这个网络的那个 接口全部都这个屏蔽掉了 然后直接通过RDMA的方式去 把这个socket的整个打通 等一下我们可以详细的介绍 然后是这个Qvisor Qvisor这边其实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轻的一个VMM 它只做了CPU跟内存门的一个虚拟化 其实它没有说要做一个虚拟模拟一个主板 或者说要做这个PCI总线这些都没有 然后呢它有一个就是有一个 因为也可能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因为它们之间交互非常多 所以呢我们这个hypercode的这个机制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优化 我们有一个优化过的一个hypercode的一个机制 然后呢我们整个这个Qvisor它就只为了去运行容器而设计 就是说它不会说我们是要跑一个完整的一个虚拟机制 没有这个东西 那么下面我们就那个分几个东西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 一些优化的一个措施 首先我们说这个hypercode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说就是Q kernel跟这个Qvisor本身 它之间的交互非常多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更高效的一个hypercode的一个机制 那么传统的hypercode呢 它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比如说GAS 它执行像什么HOLD或者说一些什么 一些IO或者是MMIO这样的一些操作 它可以触发这个就是VMX的 就到这个主机上面来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要发生这个context的switch 那这个其实这个开销是非常大的 这种情况其实很容易就形成这个整个系统的一个瓶颈 包括GYZ其实它比如说网络或者是存储IO 它很能做上去也是很大程度上 也是有这个方面的原因吧 然后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也有一个就是说一个测试 就是说Redis这里如果做一个Redis pin 它会产生像sysreadsysride的这种syscore 然后呢如果说基于hypercore来做的话呢 它是一个11微秒然后一个食言 然后它的这个吞吐呢能做到90k的样子 然后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就是优化过的这个qcore 那这个机制呢其实说来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说知道这个虚拟化 对虚拟化比较熟的这个知道 就是说这个像VoodIO那套机制呢 其实就是做一个共享的队列 然后呢去两边都去一边取 一边去塞一边去取 然后去让主机上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 那么它的原理其实也是这样 就是说我们会给这个QIS跟QKernel之间 定义一个共享的一个队列 它内存是共享的 然后呢VCPU如果执行到某个东西 它需要去发起一个hypercore的时候呢 它就要它就会往这个队列里面去塞一个任务 然后这时候呢VCPU就可以去执行其他的东西了 然后这时候它不会说像这个原来那个hypercore 它可能需要做一些等待的动作 它就不需要 然后呢主机上会有一个或者说一个或者多个吧 或者是这种QKord的这个线程 它会被EVNFD触发以后 会去从这个队列里面去拿到这个任务 然后去执行 执行完成以后呢 它会把这个结果呢 再通知到这个这个Kernel里面 然后呢原来那个等待那个hypercore的那个线程呢 就会被唤醒 然后继续往下去执行 这个这个这个优化呢 其实可以可以看到我们比原来这个hypercore的这个机制 其实提升了 一倍多的一个性能 就是在这个通过这个QKord的方式去做的话 它的这个实验降到了5微秒 然后那个吞吐呢也提升了一倍多 然后另外一个优化就是说 这Io这块呢 我们也是用了Linux最新的这个IoU Ring的这个技术 IoU Ring其实就是说我们让这个用户可以直接去 把这个IoU的任务直接扔到那个host的内核里面去执行 那么这个对于Q 对于这个quag来说呢 它把这个IoU Ring的这个对列直接映射到这个QKernel里面 如果QKernel如果要发生一些Io的操作的话呢 它就直接可以把这个任务直接丢到这个IoU Ring的对列里面 然后这样就bypass掉了这个VMM的一个逻辑 所以它这个Io也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提升 然后这个刚才说的是那个QKord跟这个存储Io的一个事情 然后我们说网络这块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优化 网络呢我们就是一套设计就是在 当然我们设计的一个原则 首先我们在对这个应用层我们会 还是一个标准的Socket API 然后呢应用层代码呢不需要做任何的一个修改 就可以去调用 但是它中间的这个整个TCIP协议站呢 被我们用这个RDMA的方式去替换掉了 然后呢实现了一个透明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转发 那么它要实现这个东西它主要有这样一些部件 首先是运行在这个QKernel里面呢 它会有一个叫TSOR Client 就是它这个东西的缩写 然后呢在主机上会有一个进程去 就叫TSOR Service 它会去做这个RDMA的一些连接啊 或者数据的一个传输的一个操作 然后呢本身这个Service跟这个QKernel之间 它会有共产内存 然后共产内存里面主要包含就是一个是这个 叫Submission Queue跟Completion Queue 去做一个实践的一个通知啊 这样一些机制 然后呢还有一个Ring Buffer去 去做这个数据的一个传输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在这样一个模式下面 我们是怎么样去做这个连接跟这个数据传输的 连接这块呢我们从这个比如容器里面 它又发起了一个Connect的连接 这个就会到这个Guest的Kernel里面 会是一个Connect的一个系统调用 然后呢这个会被这个TSOR Client的拦截掉 然后把这个任务呢塞到这个Submission Queue里面 然后呢这个主机上的这个TSOR Service呢 它就会从把它从这个Submission Queue里面 POP出来以后去看 首先看这个连接 它是要连到哪个容器上面 然后连到那个容器上面呢 它就有 我们就有一套这个路由的机制 我们知道这个容器 它是跑在哪个节点上面 然后我们就会去连接到那个节点上去 中国RDMA的方式 跟那个节点建立一个RDMA的连接 然后呢到连接这边呢 它到这个对端的这个TSOR Service呢 它会收到这个连接的请求 把它塞到这个Completion Queue里面 然后到这个服务端 它的这个TSOR Client 拿到这个Connect的这个请求呢 就会返回到这个用户台 用户台这时候肯定一般服务端 它肯定是在Accept的这里 等在这个地方要等连接 那么它就会收到一条连接 那么整个连接过程就建立起来 那么数据的传输呢 也是我们说从这个Client这边开始 它会发起一个网着连接FD 去做RIDE的一个操作 那么这个时候就会 触发这个RIDE的系统调用 那么TSOR Client呢 它就会把这个数据 塞到这个Rain Buffer里面 然后通知到这个主机上的 这个TSOR Service的进程 那TSOR Service这时候呢 它就直接把这个数据 通过RDMA直接写到那个对端 然后呢对端那边收到以后呢 就通知到这个 就是Q Kernel里面的这个TSOR Client 然后它把这个数据从Rain Buffer拿出来以后 返回到这个服务端的这个进程 它这时候肯定一般 比如说它这个时候会再做一个等待 就是等待一个客户端要发来的这个请求 那么它就可以read出来这个数据 那么整个这个连接过程就是这个样子 等一下我们会看一下 就是我们这样一套RDMA的这个网络 它带来的一个效果 我们另外就是说一个容器的一个启动时间 我们也是做了一个特殊的一个优化 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模式叫HyperNation 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现在这个Service这种平台里面 如果说你要启动一个 不是你要去那个一般有这种 就是要去服务一个请求的话 一般我们有这样两种模式 比如说一个叫CodeStart 那就是说我请求来了以后 我再去现场拉一个这个容器起来 然后呢再让这个容器去服务这个请求 那么这个过程肯定它这个容器启动的时间呢 就会很慢 它就会导致这个初始的这个请求时间非常的高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叫WarmStar的这种过程呢 就是说是一个 我们会保留一些IDOL的实力放在那个地方 然后如果有请求过来 就先到那个IDOL实力里面去 那这个过程就是说 就是会导致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如果比如说一些 很那个什么 很那个就是没有请求的这种 很冷的那种情况下面 它还需要保留一些实力在那个地方 那其实对内存呢是一个浪费 那么我们提出这个Hypernate Hypernation Hypernation Hypernation其实叫冬眠 其实它这个就这个名字起的比较形象 就是我们说一个正常的睡眠 可能你只是你只是那个闭上眼睛在睡觉 但是如果一个一个冷血动物的冬眠的话 它实际上是把整个身体的机能都降到很低 那对于我们这个Quack来说呢 它做这个Hypernate其实就是 我要让这个不光是让这个VCPU 它这个停在那个地方 也会把它的那个就是应用的那个内存 全部都swiped out出来 其实本身这个机制也很简单 就是它其实就用到这个Linux 那个内存的那个swiped out的一个能力 就是它的这个状态变化是这样的 就是首先我们比如拉起了一个容器 然后如果这个容器它需要 它现在这时候已经没有什么那个请求了 它需要进入一个冬眠的状态 我们就会poss所有的这个VCPU 然后呢把这个内存全部都淡不到这个 就是机器上的一个文件上面去 然后呢如果说 这时候如果又有请求过来的呢 它实际上请求可以直接发到这个容器里面 然后呢通过容器本身 它的这个缺页直接去加载内存 然后去服务这个应用 服务这个请求 当然这个中间如果说 如果它的这个内存量比较大的话 可能会有实验 还是会有实验比较高的情况 所以我们也会做一些这个预取的一些优化 然后为了这个 为了这么一个机制呢 我们重新设计 做了一些重新的设计 比如说这个内存分配器 我们刚才说到就是我们这个 GAS里面内存呢 我们是有自己的内存分配器 那么但是它这个在原来 比如说像BardyLowK的这种方式 这种内存分配器呢 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内存块里面 它每个内存块里面 它都会存的这个 就原数据的信息 那这样一来呢 然后它通过链表去把它链起来 但这样一来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内存块 直接全部淡不下去的话 那么它的这个原数据的信息就丢失了 所以说我们就另外设计了一个 叫Bitmap的一个内存分配器 那么 这个其实就是 我们会把原数据信息呢 就存在前面一个头或者几个头里面 这个内存块里面 然后其他内存块呢 它可以直接去担保下去 那这样一来就解决了那个内存 就是分配器的原数据的一个保存的一个信息 一个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说它这个 刚才我们说那个Page4的那个机制 我们如果说就是在产生缺业的情况下面 我们会看看是不是需要它从这个 就是机器上的文件去直接Swipe in进来这个内存 另外最后一个就是一个优化呢 就是跟叫Quesa这样一个一个框架的一个结合 我们先介绍一下Quesa这个组件 Quesa我们是我们轻轻开源出去的一个组件 它是基于这个可能地 它这个最新的这个Sendbox API去设计的 我们一个理念就是说我们希望就是对于这种Sendbox这种进程 就是一个最好是一个进程或者一个线程 它去提供一个Sendbox就行了 只要它能够去提供一个给可能地调用的一个Task API 那它就是一个Sendbox 那么我们另外也会有一个 比如说是一个单独的进程 或者说是也可以是运行在可能地里面的一个Plugin 去做这个Sendbox管理就可以了 然后这是一个就是Quesa的一个框架 然后我们基于这个Quesa框架呢 把Quag寄生进来 那么Quag它就需要主要就是实现这两个组件 首先是一个运行在一个节点上的一个叫QuagSendboxer 这个东西就是负责整个这个Quesa 或者说叫Quag的它的这个生命周期的管理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Quag内部呢 我们让这个Quesa本身它去起来以后 就直接实现一套这个Task API 然后给ContinueD去调用 相比原来呢就是它会另外有一个SIM进程 然后去做这样一个转发 那我们把这个东西给去掉了 然后呢这个Quesa呢 它是跑在一个就是一个Port的这个Namespace里面 它可能像网络它肯定是有一个单独的Namespace 它可能还会有一些像PID或者说这个Mount的Namespace 都是都是独立的 那这样一来就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那它的这个如果是基于这个Unit Domain Socket的去连去连接的话 怎么样去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就是一开始在外面去打开这个FD 然后把它在起来的时候让传给它 让它让它去那个能够监听到这个FD 外面可以通过这个地址或者说路径去去访问 这个其实对于像刚才我们说那个HyperNation的那个模式下面 其实就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本身已经把这个通过HyperNation 已经把这个Port的内存已经降得很低了 如果这个时候如果因为有这么一个SIM进程在 然后把这个内存又给翻倍了 其实就很那个就是做了很多徒劳的事情 但是如果有把这个SIM去掉以后呢 我们就我们把这个效率就提得更高了 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这个性能测试 首先是网络单独的这个网络测试 用Iperv做的一个测试 我们看到其实在这个Message数量比较大的 Message的这个Size比较高的行为下面 它的这个Tune图呢 是明显比这个比RunC跟Cata都要好 因为它这个这套RDMA的技术 它这个Tune图受到这个Message size的这个约束会更小 然后是这个实验 实验也是就是RDMA的这个传输呢 它的实验可以做得非常的低 就是应该是10微秒以下 但其他的像这个即使是像RunC 它这套传统的这个网络的话 它也需要30微秒的一个实验 然后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启动 HyperNation的启动方式 一般就是说能启动的话 可能整个你给K8S下发一个Port 下去一秒一秒钟的这个时间是肯定要的 那对于热启动的这里可能不同的应用呢 它的这个服务的这个实验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如果说把它HyperNate完了以后 再让它去服务这个请求的话 它的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它的那个身高就不会像这个能启动那么明显 特别像有一些可能本身就已经稍微 比如在毫秒级别的这种 10毫秒级别的这种这种应用来说 它可能其实影响就微乎其微了 然后内存这块呢 我们就是如果把一个容器进入 HyperNate模式以后呢 它的这个内存基本上至少降到 十分之一的一个水平 然后它启动以后 其实因为我们说它是通过缺页去加载内存的 所以它有很多的内存可能也 因为它本身可能就是初始化时候去用的 所以很多内存可能也 也不再会加载进来了 然后我们有一些实际应用的一些测试 我们看到就是Redis的这个性能 首先看这个实验这块也明显 就是因为其实这可能也最大的就是 就是通过网络的优化达到的一个效果 就是它这个网络的实验在这个 不管setget或者increment这种操作 它相对比runc比cata都要好非常多 然后是那个tuntu这块 就是这个RPS 它也是比那个runccata要高非常多 然后呢Redis 然后是它这个请求的数量 如果是更多的话呢 它的这个优化效果其实会更明显 然后是这个node.js的一个测试 我们看到它也是就是实验 实验像这个quag呢 它可以做到300个微秒的一个实验 但是对于cata跟这个runc呢 它有600甚至网上 如果说message的这个size比较高的情况下面 还会更高 然后是tuntu也是 就是RPS在这个quag型上面 其实也是基本上达到一个翻倍的一个优化效果 然后EDCD这块 你可以看到就是它的这个tuntu 也是比这个cata跟runc要好很多 那上面就是我们分享的一些内容 然后quag这本身呢 现在它是现在包括quagquizar都是一个开源的一个状态 然后呢其实quag这个东西 因为它东西它很多 它是相当于有比较大的一个后发的优势吧 它是从新开始构建的 所以它在学术界其实还是挺受关注的 像德国的一些大学研究所 还有美国那个华盛顿大学 它也都是基于它想去做一些 比如说像这个机密计算 或者说GPU的一些事情 那么有一些论文 然后看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交流一下 你好 就是我听下来感觉是 就是它跟cata是一个竞标的一个东西 但是它可能把那个底下虚拟化 还有上面那个counter里面的一些东西 就感觉好像做了一个魔改一样 引入RDMA 然后可能网络性能上面 就是非常突出的优势 是不是感觉好像就是 在cata或者是竞标的技术上 我们做了一个 就是全新打造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可以这么说 就因为cata呢 它不管怎么说 它还是想复用原来那套技术这样的东西 但是呢我们这边这个quag 它把这个东西重新开始写 那重新开始写就有一些好处 就是我这个kernel 我就知道我是运行在这个qvizor里面的 那么它不像linux kernel 它说我还要 我是运行在物理机上面 我们要做这个设备的初始化呀 要做这个内存的那个初始化管理 页表的初始化这些管理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然后像这个qvizor呢 它因为我不是为了跑了一个通用操作系统 去设计的 所以我就不需要说 我还要去给它搞一个设备总线 搞一个主板搞进去 然后也不要BIOS 这些东西都不需要了 所以它整个这个东西就可以做得更轻 就是为容器专门打造这么一个技术 那这个qvizor这一块都是开源的是吧 对这两个都是在这个qvizor里面的 都是包含在qvizor里面的 还有就是前面提到那个性能的一块 它比kata有优势我能理解 它比runc这个 其实可能主要得益于 主要得益于它这个网络上的一个优化 主要是RDMA的这个 对对对 替代内核原来那个这一块的是吧 对对对对 对其实主要是它那个 因为很多情况下 它网络是制约它这个 像吞吐啊 像这个食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它那个 quack kernel这一块就说 我可能每一个pod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kernel 那它的那个因为原来我们觉得kata可能引入隔离性之外 它那个资源消耗也其实蛮大的 对对 就是这块是不是我的资源消耗跟那个 就是原生的kernel d或者是多个相比 是不是一个什么量级 就没看到一个比较 这个这个有其实这个 其实这个论文里面 这个后面这个论文 有描述是吧 一个quack的一个中述的一个论文 它里面讲到就是这个 就是内存开销的东西 但我没贴上来 它其实可能跟 不知道GWizer你没有了解 就是它跟GWizer差不多 它是基本上可以控制在10兆以下的一个消耗吧 那挺好的 好的 谢谢 我相信这个quack的 它初中跟那个AWS 它的那个firecracker是类似的 叫做构造一个micro VM 对对吧 然后我如果理解正确的话 它的安全性是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Rust的鞋 然后第二个是类似GWizer这样 我减少对host的依赖 对 然后性能来自也是来自两个方面 我们把hypercore变成像IOU ring这样的一个模式 对对对 第二个是用RDMA去加速网络 是的 我其实我最关注一点 就是我们就IOU ring挺好的 IOU ring 但是Machalinux IOU ring最近抱住很多CVE 我们学习它的话 因为我们是做安全的嘛 发现也有可能引入很多的这种攻击面 这个怎么办呢 对 这个确实如果说 我们只能就 其他于就是这个 内核把这个IOU ring的这个安全性 往前往上去做提升 如果不行的话 我们本身呢 这里 它这个 其实我们 我们看到 GWizer它的做法 这里没有这个 GWizer它的做法是 另外搞了一个 叫Gopher 然后通过9P去 去做这个 通过9P去 去做这个 这个 存储的一个IOU嘛 那这样其实 它那个 它那个GWizer的IOU性能 实在是就 就很难 很难往上做 往上做 所以我们想 用IOU ring这样的东西 但是 如果不行 我们就只能再 通过CVECode的方式 往下去 往下去做也行 我们本身呢 在这里面的 这个 就是 就是 IOU ring本身下来呢 它是 比如FD啊 这个东西 本身是一个映射关系 就是 就有点像 那个WebAssembly那种 就是说 Capability 那种 Security那种方式 就是我只有打开的FD 我才能够 去打开它下面的 那些 那些 那些那个文件 就是打开这块 我们会在QWizer 它是QCode这下来的 就不会是IOU ring下来的 那QCode这里会下来以后 它就是说 是会去做这个 一个权限的 一个检查 当然这个可能 IOU ring 可能就有其他的一些性能漏洞 这个可能就是很难避免的 对 好 谢谢 你好 我有一些关系 就是那个QKernel 是完全重写的嘛 对 那怎么保证 那个Posex进入性呢 因为那个GVizer 其实一直被 Posex进入性的问题困扰 你们重写一个Kernel 那这个进入性 怎么保证呢 我们只能说就是把那个 现在的这些当前Linux 它实现的这些系统调用呢 都移过来去实现 然后中间可能还是会有一些 那个会有一些 这个一些建筑性的问题 但是我们只能说是尽量的保证 包括我们刚才说像这个 一些一些系统虚拟化的一个 虚拟系统文件 这个也是就是为了去做这个Linux 这个兼容性去另外要加进来的 一些一些特性 OK 还有一个问题 刚才说到网络那 因为你是G-RDM 那它那个 那个就是 QKernel的那个 那个container 怎么和普通的container 去通信呢 它这个其实我这里面 可能没有去 就没有去讲到 它其实 其实它这个东西 它还另外 另外它这有一个TSA service 它还有一个叫 叫Gateway的一个组件 它会去通 就是普通的TCP协议站的 那个东西 它会通过它来 再转到这个 跨个这边 如果是内行路径的话 它和普通的TCP 性能之间有差异吗 这个我们倒没有去测 那块的东西 但是至少从它这个Gateway 到这个容器本身 这套路径 肯定是比 比如说像一些 普通的ELB那种方式 可能也算好一点 OK 然后那个TSOR那 你们会做pooling吗 对 你说这里会不会做pooling是吧 对 它这里除了说是 那个EVNFD的那个 出发以外呢 就是如果它还有 还有那个请求的话 它就会继续去pool 这个请求的 OK 不好意思 我请教教 我看前面那个架构图那里 就是KVM还在 就是现在 就是上面架构图那个 就是这个 QuarkVisor和KVM 它两个是怎么分工的 这个其实就 其实它就是用了这个KVM 因为KVM它本身呢 就提供了一些 iocl的操作 一些文件的一些接口操作 然后它本身 因为这个东西 就是CPU跟内存的 这个虚拟化的东西 是放在这个内核里面的 然后它提供的这些文件接口 通过这个 其实QS主要就掉了一下 就跟这个Quark或者 FiveQuark 又要用到KVM用一样的 现在是个wrapper是吧 对对对 就是用户才怎么样去用 OK 那其实另外比如说 如果比如说容器要支撑一些 就是下面硬件卸载的能力的话 那还是相当于沿用 KVM这种东西 然后再通过这个QuarkVisor 在就是中间中继一下是吧 对就是如果是硬件卸载的话 因为本身它 它我们是QVisor这边呢 它是运行在这个主题上的一个进程 它是能看到主题上的东西 只要你给它 比如说你放在它namespace里面 能可见的话 其实它都是能看见的 那其他的事情很多 它不会说像这个 普通的像Cumen那种方式 它通过一个比如说VFIO直通 或者这种方式去通到虚拟里面去 它还是会比如说通过QCore 或者说通过这个IoRing 然后来做这个设备的一个操作 OK OK 好的 理解 谢谢 差不多了 好的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